大家好,我是樂火小叔 今天是9月28號禮拜二 禮拜二的早上9點40分 那這個目前的行情是大跌了170點吧 大跌170點 那我們今天給大家聊一下主題 因為這個跌還是在整個的盤整格局裡面 所以他雖然說是跌 但是也不是說跌的非常的重 那我們來聊一下 今天我們還是繼續聊一下 Atomic Habits這個主題 Atomic Habits跟Routine 我之前已經跟大家暗示說 如果你希望你的經驗可以有效的累積的話 你在做任何的學習都需要做有效的累積 那什麼東西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呢 就是你必須要能夠建立一個Routine 就是你必須要先把一些你發現重要的事情 像Ray Dalio一樣 Ray Dalio他就是喬水基金的創辦人 他就是把所有他發現對人生有價值的一些重要的principle 原則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你either就要不然就是把writing down paper or typing them into computer 大概就是你必須要做一個紀錄 因為我們人是很健忘的 你除非你repetitively repetitively practicing 你不斷的重複對的事情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慢慢建立你自己的系統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朋友一直提醒 所以如果你要交易要好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定的哲學的素養 philosophy 必須要有一定的哲學素養 哲學是追求真理的學問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哲學理念 有一個哲學叫atomic habit 我們叫compound effect 什麼叫atomic habit 叫做原子習慣 就是一個small habit small habit small decision 我們常常會underestimate一個small decision 會overestimate一個 會overestimate一個 因為我們常常會講說think big 我們要想大一點 想遠一點 所以大家很多人被教育成好高霧遠 而不腳踏實地的做好每一個小事情 small decision atomic decision 那這個事情就導致了大家都喜歡當衝一次大筆交易 而沒有好好的把每一個小交易都做到有較高的勝算 所以我今天來聊一下如何建立你的routine 如何來做好養成一個atomic habit 一個原子習慣 那這個都屬於哲學的領域 譬如說今天 今天雖然是大跌 但是如果你有養成一個好習慣的話 那昨天還有朋友在問 什麼叫人性至極 怎樣是人性至極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 你做跟人家一樣的事情 那憑什麼你會有比人家好的結果 這是不合邏輯的 對不對 所以以前古老的智慧 陶珠宮才會講說 夏至皮曜東之洲 人氣我取 對不對 你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的成果 你就必須要忍受寂寞 你要忍受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之前一陣子非常流行 大筆進出短線當沖 雖然版主是研究短線當沖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並沒有跟著大家去做同樣事情 因為我還要考慮我自身的條件 這個就是要有哲學素養 所以今天雖然不是我主要的出手點 但是我還是會看看便宜的 這個我喜歡的標的裡面 有沒有打折的 那這個打折有分為主觀跟客觀 所以之前有朋友問我說 奇怪看到我TW的被動理財營肉會 裡面為什麼有貼很多這個產業 它的這個營業數據 營業數據 就說欸版主 你難料是要做基本面分析嗎 可是問題是 BNFCIS不是都是講說只要看股價就好了嗎 為什麼你做基本面分析 那個不是BNFCIS的方法 那個是宇哲義 Yuzawa Tsukasa的方法 最近宇哲義在抱怨 所以他其中他40間豪宅裡面有一間 他覺得實之無味 氣之可惜 就昨天就跑進 我有貼出在這個六本木 這個描述藝園南的社團裡面 我有貼出一張照片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個浴缸 外面有景 這個竟然是宇哲義 覺得說啊 這是他房子裡面比較遜的 他就打算要斷電 就把他閒置在那邊 偶爾來看一下 看一看 這個人是太遜了 對不對 所以人是一直不斷的成長 那我們今天剛剛講到 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必須要有 哲學的術感 你才知道說 現在 目前雖然是大跌 但是按照CALI CALI formula 大家都知道嗎 做賭徒們 期望值越大 你的下注越大 那現在雖然有一點好的期望值 那我就選最好的標的 買 一點點 什麼是最好的標的 大家平常 就要觀察 就要收集資料啊 這個資料有兩種 我剛剛有提到 一個是 你主觀認為這個好 但是他股價 買了就套 這是第一種 這個要小心喔 因為我們人常常都自以為是啊 對不對 你沒有自以為是的話 你怎麼 那你早就非常成功了啊 第二種 是客觀的 我覺得要疊便宜一點 我覺得要疊便宜一點 但是 發現很難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平常說 希望他打個三折 但是 他就打個兩趴 他就一路上去 這種 也要買 OK 那像我個人習慣 那我是 早期 其實我是研究 索洛斯的 索洛斯找一些做法 他就是 直接 先買進 再研究 所以他哲學是非常厲害的 索洛斯 他是 直接 先買進幾個 他覺得 咋看這下不錯 先買進 然後再研究看看他基本面 如果有好消息 那就看看股價有沒有跟他的好消息 呈 相 有沒有他的相關性 還是 奇怪 如果這麼好的話 應該 不會這麼好買吧 所以他以前索洛斯非常有名的 一些交易手法 就說 人家說得很好很好 索洛斯就怎麼樣 就放空看看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到說 如果 你想得跟人家一樣 憑什麼你賺錢人家賠錢 沒有道理 不合邏輯 OK 所以我今天就先跟大家講 各位 如果你想要進到一個穩定 能夠穩定獲利的世界裡面的話 你必須要有哲學素養 所以在我之前跟大家很多介紹影片 我就提醒大家 好 我不是看短曆 我看一個人 看外面很多著名的老師 我看一個人 我不是看他這次賺了多少錢 我是看他長期 他的說話 有沒有Logic 有沒有符合Logic 有沒有Consistency 有沒有一致性 還是顛三導師 像很多的大師 什麼波浪大師 講話顛三導師 之前就說什麼要 多少週期週期 應該要大碟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以前包括我個人也是非常崇拜的 這個 比利士加差的 偉銀老師 對不對 後來也是 對不對 進不起時間的考驗 這些到底有哲學素養 對不對 那就算 有很厲害的人 他們的方法 確實他們賺得到 但是用在你身上賺不到 那你就要走幾個流 那我有出了一系列的 我如何創造幾個流 我又給大家 這個分享我的影片 用一杯咖啡的錢 大家有興趣 再去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 雖然大碟 但是他的整個架構還是屬於一個散戶最愛的什麼 他是一個盤整格局 因為他沒有破前面的波段低 沒有過前面的波段高 所以還是在一個盤整格局 盤整格局就是低買高賣 低買高賣就對了 OK 所以我們在等 那個 關鍵的點 出量突破 出量跌破 那個關鍵點出現的時候 因為我講你也看得出來 他最怕的就是 你看得出來 他出量做了一個動作之後 你硬要跟他對準 這個才是 一個 就是你主觀 過度主觀 而沒有看客觀的實行 所以今天跟他講到幾個 一個叫做 Acomic Habit Compound Effect 跟主觀跟客觀 這兩個 今天 雖然 沒有說跌得非常幅度 雖然是十字無位氣之可行 但是我 是有進17A 我剛剛之前在高檔 大家也知道 我進貨 是走陶珠宮 是走BNF 我只有在特殊時機才進貨 其他的時間 永遠出貨 OK 所以像現在 是比較 這個 等於說是 一點點的小打折 那我就進一點點的 我喜歡好股票 好股票分兩種 跟大家提醒過了 我主觀的你認為 這個長線很好很好 另外一個是客觀的 他的股價就是很好很好 這兩種你都要留意 那我個人的交易 一旦買進股票 我就按照所謂的方法 先買進 先買進 再了解 再測試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如果我買進的東西 他很難再加碼 他 就是 一個比較好的 舉例來說 我之前 搶進的聯發科 搶進的台積電 搶進的 聯電 都讓我 來回來回 上下起手 很白癡 都賺了 短線長線中線 全部都賺 這個就是 他客觀上 他是一個 很好教育 好 那另外我有主觀的 認為說 有些股票我以為不錯 結果 買進 之後 沒有給我 賺過 譬如說 友達 群創 我買了第一筆 就沒有賺過 所以我後面會再加碼嗎 沒有 那沒有的話 我大概就是等高點 我再找個機會 就把它 對不對 解碼或丟掉 或者是在放長線的 因為我的 會有一個步驟性 先試單 看看有沒有賺 有賺的話 就拉回再買 拉回再買 對不對 如果買了 一買就套 那就是我主觀認為說 它便宜 但事實上客觀上 它沒有這個價值 那今天就給大家 討論到主觀客觀 養成的 才會有 今天聊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